你假如從應用數學來看 它叫做System Microprimitus 那從我們工程來看 我們叫它Post Response 要懂嗎 System Microprimitus其實是一個Post Response 那就我的系統把它敲一下 好,領帶一就是一 敲一下 你量出來的 不管你是加速規量的 你是量位移量速度的 反正量位移量速度的C都不一樣 量加速規C也不一樣 所以比較量度不一樣 它的Post Response是不一樣的 對吧 一個C不一樣 還有你假如說這個DT Sample Interval不一樣 它也不一樣 啊,你敲的D位置不一樣 它也不一樣 所以做System Microprimitus的時候啊 第一個,你要認清你敲的位置在哪裡 一定要Consist 那測試你要在哪裡量 你要Consist 你不能說,我先放在這裡量一量 往它移動一下 在另外一個方向量量一量 你要做System Microprimitus 這樣做的話,你要小心啦 你的C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定義CB,CAB,CAK-B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一個概念 那 那假設說,我去量了以後 Y0,Y1,Y2,YK 我們用這個Post Response去量的話 我們就知道,我們這個量度出來以後 我們CB,CAB,A,B,CD都藏在那個Y0,Y1,Y2等等 那System Microprimitus的工作就是說 我得到這些測試 我怎麼樣去算出它的A,B,CD 這就是System Microprimitus 那這個System Microprimitus為什麼這個System Microprimitus很重要呢 這個就是System Microprimitus 你看起來,你看它是很有規律的這樣做 理論上,它應該是有無限多個 對吧 因爲A,可以到無限大 好 那你們可以想像啦 想像得到了 假設說,我IgenValue of A A,它的real part 是小於1的話 那A的四方 越多 它就越小 對吧 所以到一定程度以後等於0了啦 都等於0了 那叫做說 For Stable System 就是它的real part EigenValue of eigenValue 是小於1 1 對吧 在Discreet Time,它是小1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來看啦 A 它的eigenValue of A 它的eigenValue of A 小的四 小於1的話呢 那它的A的大無限大就是大太四等於0 對吧 EigenValue of A 小1 它越成越小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eigenValue 我只告訴說 所以eigenValue 所謂eigenValue A 它的這個大小 這個應該是 Absolute of eigenValue A 小1啦 那它A的無限大應該是7000m 這怎麼這麼美 蛤 怎麼那麼美 會這樣嗎 蛤 假如說我只 它的eigenValue 假如說它的 它的大小大概是等於 它的大小是0.1好了 那麼它的無限大會不會等於0 1.1無限大等於0 四方等於0 你們會不會證明這個 所以eigenValue很重要 A大小不重要 eigenValue最重要 你eigenValue很小 你iigenValue這個大1的話 它你現在就是 就爆掉啦 對不對 所以 但是System ID不代表你不能做unstableSystem ID 不是 我們現在今天我們這個課要學的 System ID 不管你是Stable或unstable系統 它都會 它都可以做的 可是你在實驗室做的時候 你的系統是unstable 你在實驗室做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啦 不要把你的實驗的系統 這個把它爆掉啦 你還沒量完以後 已經爆掉啦 你沒有量啦 像回去一樣 回去不穩定的話 這個一秒鐘以內就就爆掉啦 就斷啦 沒啦 沒有量啦 在風動實驗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我回去真正看 iigenValue 它的解釋值 of A 小一的話 那A的無線道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StableSystem 那麼 A的無線道就會等 為什麼這個重要 為什麼這個重要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它其實是有力 你只要 你的 控制器 固定了 你良度去 地方 跟它的 Sensor 太固定了 那 你做出來 實驗 這個Post-Response 的實驗 它 這個一定是 unique 一個系統 假如 什麼東西不unique 的話 你就沒有 你就沒著啦 我們這個系統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數學方法 來描述它 可是這個系統的特性 像頻率 它一定是 應該是unique 這個系統 頻率不是unique的話呢 那我們就沒辦法做任何動作 我們講 生存系統 像這個大樓 頻率是固定的 當然老舊以後 它頻率會改 但是我們這個不算 它這個頻率是固定的 好 那我們來證明它 它為什麼是unique 這個底下 就可以來看看 這個底下 假如是你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的話 每一個YK是等一個scaler 假如不是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的話 那麼 你兩個input 兩個output的話 每一個YK是220 假如我有一個output 兩個input的話 這個YK是120 好 注意哦 然後 好 假設說 我們把 我們原來的 它的引力什麼意思 它的引力是什麼意思 來 這個 這個概念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等於 AXK 加上BUK 那 YK 等於CXK 加DUK 好 我們假如轉換它 我們假如說 我們XK 是等於 那裡 V的 ZK 轉換它 轉換它以後 我們新的 新的系統 就是變成這樣子 新的系統 來看看 好 來看看 來看看 好 我們 我在這裡 稍微解釋一下 好 那 YK 等於 C ZK DNK 这里唯一不变的就是 U不变 Y不变 U不变 Y不变 还有U不变 D不变 所以里面制作System ID 我给你同样一个Data 假设我给我给你一个UData 一个YData 那么 这个随身夹 它解出来的可能是ABCD 随身夹 它解出来的可能是A' 我们叫A' B' C' OK 所以随身夹可能解出来是A' B' C' D 那随身夹解出来是ABCD 只是它的座标不一样而已 但是它并不影响从U 我给它同样的U 给这两个随身同样的U的话 它出来的话一定是同样的Y 对吧 一个系统的数学座标不一样 不代表你改变它系统的比例 对吧 对吧 所以 比较好看的话 这里CP C' 跟这里的C'B' 那C'就是等于C' C' C'是等于什么 C'是等于C' V' V' VN'V' R'V' V' 这边的CAB 那这边的C' 这边的C' A' B' 然后带进去 C'等于C' A'等于V inverse A' B' 也是等于CAB 对吧 所以 甲随增甲所求出来ABCD 跟随增仪所求出来A'C'C'D' 它的 System Microprime的第一个 第二个System Microprime 第一个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都一样 第一个一样 它的第一个System Microprime 跟随增仪的 System Microprime是一样 第二个CB 跟它的C'B' 应该也是一样 第三个CAB 也C跟C'A'B'是一样的值 这样懂吗 有没有问题 所以结论就是说 不管你在哪一个Coinette System 所有的System Microprime 解除的是应该一样 所以我假如要看看学生以甲乙丙丁 你们这有十个学生 你们求出来十个不同的ABCD 我最简单的check就是check一个D一个D 大家都一样 再来check大家的CD是不是都一样 最好的结果 你到底有没有算对 那么我看它的Post Response 看它的成绩 我就想着说对不对 它算出来System Microprime 比如讲我都给你们同样的Post Response 那大家算出来的每一个学生算出来 Supposedly是不应该一样的ABC 除非你程序都一样 你Data 将来我们要教你一些程序 你每一部的程序大家都一样 那么你结果就不一样 懂得懂吗 所以你们算出来 将来你们算出来ABCD 你说假算ABCD 你算ABCD 你再讲一讲看一看 你我们两个怎么不一样 我来抄你 你来抄他的 其实两个可能都对 可能都不对 可能一个对一个错 懂吗 所以ABC算出来可以不一样 在很多System D的时候 ABC算出来可以不一样 但是D算出来一定是要一样的 好 我们先几十分钟 好 好 好